我是邵好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勢 專門向特別來賓 林俊憲委員 吳宇軒主任 藍軒小姐 王鴻惠委員 謝龍介委員 唐湘龍先生 好 大陸現在在開兩會 如火如荼 習近平也講話了 壯大反獨促統 推進和平統一 他自己有講和平 昨天他們總理李強的時候 是要祖國統一 他還想為什麼不講和平 他們的話一字一句都很 自爭俱拙 他說他又重提和平統一了 陸委會說我們要收集資料 才能做進一步的研判 王毅說台灣大選 最近大選 只是中國的地方選舉 台獨是破壞台海和平的主因 他們認為說 外國認為說 老共對台灣有施壓 為什麼在賴清德就任前施壓 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測試台灣的反應 一個測試國際的反應 看你們到底怎樣 王毅批美國 批得很兇 他說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他說美國對中國欲加之罪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他說打壓中國的手段 不斷花樣翻新 單邊制裁的清單不斷延長 就是說都是美國單方面制裁中共 這個制裁 那個制裁 科技制裁 商業制裁 貿易制裁 關稅制裁 軍事制裁 另外王毅說你美國 講一堆漂亮話 拜登才跟習近平見了面 但是你美國是說一套做一套 如果你這樣的話大國信譽何在 美國一聽到中國就緊張焦慮 你的自信何在 美國只讓自己保持繁榮 別的國家正當發展 你國際公理何在 美國只以壟斷價值鏈的高端 只讓中國停留在低端 公平競爭何在 那種高科技 AI 半導體等等 低階你發展 高階是我的 另外金門那個翻船案 全中市長說他非常憤慨 邱泰說也沒有什麼好回應 我們看一下 這是兩會期間最高層級的記者會 難得能跟大陸戰狼外交官 王毅面對面 中外媒體記者不知其得比基早 舉手提問也要比誰的速度快 美方所做的承諾並沒有真正兌現 打壓中國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 單邊制裁的清單在不斷地延長 欲加之罪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果一門心思打壓中國 最終必將害了自己 王毅指出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舊金山會晤 當時說好雙方關係要重回健康軌道 結果美國對大陸的打壓並沒有停止 有鑑於中美關係 攸關台海緊張局勢是否進一步升級 王毅回應 台獨分裂行徑 就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因素 台灣地區選舉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選舉 選舉結果絲毫改變不了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基本事實 我相信大家遲早會看到一張 國際社會遵守一中原則的全家府的照片 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聽到台灣媒體的問題 王毅笑笑沒回應快步離場 台灣議題幾乎每年都是 大陸外長記者會必答題 王毅的強硬立場一以貫之 王毅回過中國外長之後的第一場國際記者會 一共回答了21題 不過罕見是沒有聽到日中關係 而台灣是不僅獨佔議題之外 也出現在美中關係的答題當中 所以顯見台海局勢跟其他國際題一樣非常重要 兩會 我覺得兩會到目前為止 雖然台海之間其實緊張升高 敵意升高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管是文字上或者是在他們的口 嘴巴的口頭上說明上並沒有太過嚴厲 但是這也不代表這兩岸之間的這些問題都會被解決 因為事實上兩岸問題還是會受到中美關係的牽動 那剛剛特別看到就是王毅對美國其實好像他批判 甚至比對台灣的批判更加的嚴厲 那中美之間呢他們要控管危機 但是他們的旗艦會不斷甚至加深 尤其今年是美國的大選 那美國大選現在已經確定海力退選 所以川普跟拜登一定會再戰第二場 那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那麼對於美國的政治人物 美國的政治人物他們一定會去打這個抗中牌 在這個大選裡面一定是抗中牌 所以台灣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 不管我們的選擇如何 我們一定會捲進在美國大選裡面 美中對抗我們就是會是一張牌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還是必須被動的被捲進去 那我覺得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去體認到 現在台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非常不穩定 而且難以捉摸 甚至我們沒有什麼太主動權的 那我也注意到現在一些所謂的 對兩岸比較熟悉的學者 現在看法也很分歧 比如說前陣子你看到趙春山趙老師 他說這一次的驚嚇事件 是他認為他的驚嚇指數很高 他說如果兩岸打起來他也不會很意外 所以他覺得這個比當年的台海危機 還有比培洛西來台灣更加的嚴峻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看到張五月他的說法就說 他覺得緊張歸緊張 但是不至於有軍事戰 所以大家可能根據他的經驗或他的觀察 有不同的面向 但是這都顯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不穩定 而且變數很多 對於台灣來說 當然我們馬上要改組 陸委會的現在的陸委會主委 邱泰山會不會留任我不知道 但是他用一個說 也不需要做什麼評論 我覺得逃避並沒有辦法真正的迴避 我們該面對的問題 來 居然兄 中國現在在人大的兩會期間 凡是有全國性的政治大會議 中共需要的其實是穩定 因為這種期間對他來講 都是一個敏感時刻 但人大會議的重要性 又遠不如中共的黨代表會議 所以現在在這個人大會議期間 其實就剛剛我們題目所說的 我反而認為目前為止 就是說還在一般預測的範圍之內 王毅的談話看起來雖然強硬 但是你跟過去比起來 你跟以前胡錫進比起來 王毅這次講得簡直斯文太多了 我認為中共現在跟俄羅斯 跟伊朗 西里亞 北韓 那麼這樣的一個結合 讓他不得不在調性上 仍然要持續的反美 尤其俄乌戰爭正在進行當中 那麼中國也是美國跟歐洲 一致指認就是說現在 在幕後支持俄羅斯 最主要就是來自中共 其實中共也很清楚 他優先要解決的是他的內部問題 第一個 現在黨內已經大概 沒有任何派系可以挑戰習近平 習近平也來整肅了軍方 他其實也整肅了企業界 中國現在面對的就是經濟上的 非常嚴厲的考驗 除了幾個房地產大公司 中國倒就要撐不下去 也是要讓他爆 外資也不來 甚至外資的大局轉移 整個供應鏈的移轉 這個相對造成的 第一個 中國的金融業能不能撐住 因為你這幾個大黃地產公司打了 引起了連環爆 第一個就是銀行會受害 接下來就是當這些的企業 紛紛或外資不來繼續投資的時候 或者企業移轉的時候 那麼造成的就是一個嚴重的失業 中國現在零千人的失業率 一般預估 中國政府到最後不公布 公布都不知道 好像40%還多少算了 不要公布了 也就是說其實中國現在 應該要停下來的 就停止它的對外的那種霸權 它現在應該要 因為你搞對外你就要花很多錢 實際上它應該要把它的 時間 精神和資源 用來好好的發展經濟 否則當你政治的不穩定 你第一個 一定影響經濟上的發展和投資 現在中國就是一個很清楚的 中國現在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讓很多外資不來 或者是說讓供應鏈移轉 很多在中國的投資跑掉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習近平的 政治上的一個大轉向 讓中國跟世界跟周邊的國家 形成很緊張的關係 不是關台灣的驚嚇 那個珊瑚漁船的事情而已 你看它跟菲律賓 它跟印尼 它跟馬來西亞 甚至它跟印度 它跟日本 幾乎整個周邊國家 都在這種緊張狀態之下 再加上俄乎戰爭後 全世界這樣一個封鎖 以及美國跟中國這樣的經濟 關稅戰所引發下來的 我認為中國現在要優先處理的 其實是它國內的一個問題 夏樓 我覺得我們對於今天的國際社會的認知 可能要回到在一些重大議題當中 國際社會是如何表態 如何去投投票的 那避免我們用一種很主觀的方式 覺得今天全世界都在反反中 全世界都在跟中國對抗 就像俊仁兄剛剛 好像只要把中國跟俄羅斯 跟朝鮮跟伊朗的關係數一遍之後 好像中國就只剩下這幾個國家了 就是流氓國家 如果這樣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解釋 為什麼今天在聯合國 或者在國際社會體系裡面 只要牽涉到中國的議題都不會過 而牽涉到美國的 美國的一些外交政策議題的時候 都是壓倒性的在反美 換句話說我們所理解的 國際社會的氣氛 今天光是看金專體體系裡面的成員 裡面既沒有朝鮮 也沒有剛剛講的這些流氓國家 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幾乎全面的挺中 今天的東南亞幾乎全面的挺中 今天的非洲幾乎全面的挺中 今天的拉美國家除了阿根廷之外 全面的挺中 台灣到底在想想什麼 我覺得台灣最可怕的就是 大外宣的時候民進黨政府大外宣 就會向世界說台灣很危險 你們趕快來幫我 可是民進黨在大內宣的時候 就會告訴台灣的時候 不會 不會 老公不會打我們 我們很安全 這兩件事情是極端的矛盾的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大內宣 去過去跟外外面講 不把你的大外宣對裡面講 那可能比較對 在這一次的北京的兩會裡面 我認為習近平或者說 前一天的李強講了什麼 他可能真的不是重點 而是這兩個人 他們在談到台灣的時候 不管李強沒有談和平統一 或者是隔一天習近平談了和平統一 不管是怎麼怎麼談 可是他們第一個 他們完全從賴清德當選之後 到現在為止 習近平到現在為止沒有講一個字 甚至於沒有針對最新的時間講話 到昨天才第一次談到台灣 而且仍然是一個比較原則性的談論 第二個沒有談當下的金門事件了 我覺得那個是比較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們在討論金門事件會不會打起來 可能有人說不會 可能有人說會 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會或者是不會 我們好像在拔拔拔好像在問卦一樣 為什麼我們可以不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很篤定的說不會 為什麼我們需要為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處理的很爛 然後最後要開始最最後不安的說 這件事情會不會引發更大的糾紛 明明不需要的 但是你處理的很爛 最後我們還需要用猜的方式 猜他愛我 他不愛我 他會打我 他不打打我 不是莫名其妙嗎 今天的 今天的兩岸 兩岸關係 我們似乎都只能夠寄希望於賭 你知道賭久了之後不是對錯的問題 而是你就疲乏了 這跟所有的國際衝突都一樣 烏克蘭的戰爭到前一天的時候 哲倫斯基也承認到前一天的時候 他大家都還在對國際社會 對他自己的人民說 你放心俄羅斯不會打的 可是打了 打到現在烏克蘭這麼的慘 我們需要需要賭嗎 作為一個執政的當局 不管你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面對到現實的時候 就用現實的態度回答 我就是一個有台獨主張的 兩岸就是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就是兩國論 我就是把兩國論用互不隸屬 去表達完了之後會不會打 就告訴老百姓說 打過來說我們就一起幹 這樣我覺得比較實在一點 但是不斷的用那種兩套的標準 大外宣像國際社會說 你們要幫我 共產黨要打我了 大內宣的時候告訴老百姓 他不會打 我們不用擔心 這一套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 好吧 《中國時報》的社論 菁姐應該趕快增結這個案子 降低惡意螺旋 這邊特別講到 檢方態度保守 起人疑鬥 這個事情很單純 沒有那麼複雜的 對不對 人怎麼死的 船怎麼翻的 責任在誰 就這麼簡單 有那麼複雜 你找一些專家來鑑定一下 你這樣拖 然後問海巡署 他就說偵查不公開 現在偵查 我有圖 我有雷達圖 但是我不能講 因為偵查不公開 然後這邊就慢慢捨 慢慢的搞 然後那邊就說你們很惡劣 沒有人性等等 趕快 是現在既然大家都看金錢 你就趕快偵查 癥結 有那麼複雜 有那麼困難 這奇怪了